都有着落了 高兴吧 替妈妈高兴吧 小铃铛 小铃铛 老板娘 来一份肉夹馍呗 哎呀不好意思 今天都卖完了 生意那么好啊 是你啊 是啊 我今天啊 都做了两百多块钱的生意 今天可有运气了 有一个公司的老总 给我订了五十份 这样就是一百五 而且他以后每天 都给我订固定的数量 这样算起来 以后每看就有 两百多块的固定收入 比白领还挣钱啊 哎 你说那个老总 是不是看向你了 要不然 怎么会天天 帮你买那么多 你别胡说八道了 谁还能看得上我 站在街边卖小吃 又带着小孩的黄脸婆啊 不过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哦 这个公司的老总 为什么还要规定 他公司的员工 每天都吃肉夹馍做午餐呢 依我看啊 他是放长线钓大鱼 大鱼 放开我 大鱼 我让你跑 放开你 放开你 你要不看那个女孩 非大刀的腿不渴 走 我上牌的锁去 不放开我 今天早没这儿 这是小偷啊 还是三培啊 天天堵在学校门口 跟我孩子要钱 还有两个刚才跑了 拿着去了 放开 你这胡说什么啊你 那我 你就其中一个 走 跟我上牌的锁去 不放开你